反穿衣服倒穿鞋 这句民间谚语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您是为人子女 建议您看完这条视频 相信您肯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在很久以前 有一个屠夫脾气暴躁 对家中的老母亲毫不关心 甚至不闻不问 虽然如此 但是这个屠夫对观音菩萨却十分尊敬 一心希望菩萨能够保佑庇护自己 有一次呢 他听说普陀山上经常有观音菩萨现身的说法 便跋山涉水去到普陀山 想见见菩萨 但是过了数日 却始终没有见到菩萨现身 便气急败坏的找到寺里的老和尚 说道 不是说普陀山上可以见到观音菩萨吗 我都来了数日了 什么也没有见到 师父慈悲的笑了笑 说道 你知道吗 刚才菩萨来了 很想和你说说话 但是这里人太多了 所以菩萨让我告诉你 他在你家里等你 你现在回到家就能见到菩萨了 屠夫听后很是惊讶 转怒为喜 说道 真的吗 我现在回去就能见到菩萨吗 可是我没有见过菩萨 菩萨到底长什么样子 我要怎样才能认出他呢 师父语重心长地回答 菩萨的长相我不会形容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他的穿着打扮 当你回家的时候 看见反穿衣服倒穿鞋的人 那就是菩萨 于是屠夫就连夜赶回了家 有句话叫做 苦乐冷暖虚自料 儿行千里母担忧 这句话是千古流传 永恒不变的真理 因为屠夫很少出门 屠夫的母亲 自打儿子出门那天开始 便彻夜难眠 当屠夫到家的时候 已经是三更半夜了 他急切地敲着门 母亲听到儿子那么晚回来 还紧张地大声敲门 担心出了什么事 忙乱之中披上衣服 慌慌张张地呀 就把衣服给穿反了 鞋子也倒穿着 亮亮呛呛的就走到了门前 急忙把门打开 当门被打开的那一瞬间 屠夫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苦苦寻找的菩萨 一直就在自己的家里 在那一刹那 他开悟了 看着反穿衣服倒穿鞋的老母亲 回想着过去几十年 母亲对自己从小到大 无谓不至地照顾 母亲却在自己的笑声 泪雨中慢慢老去 已是满头银丝 曾经的过往历历在目 才知道这个世界上 真正无怨无悔 最肯庇护自己的人 就在眼前 再想想自己对母亲的 漠不关心 不闻不问 感到非常的悔恨 便双腿跪下 恳请母亲原谅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 年少不知父母恩 半生糊涂半生人 有车有房不算富 家中有娘才是福 万爱千恩都会唱 有谁知道父母苦 父母健在多行孝 末代归去空伤悲 父母本是在世佛 何须千里拜灵山 反穿衣服倒穿鞋 这句话只表达了一个字 您知道是哪个字吗